我們身體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關節在幫我們動動 不然我們只是一個機械人 但是這些關節其實都可以出毛病 一般來說很多關節出毛病的時候 通常都會紅、腫、痛 我們就叫這些關節發炎 關節發炎其實可以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最普通是長者的就是一些路損性 或者有些朋友是做粗重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是受力的位置 譬如我們的脊骨、膝蓋、鼓骨等 那些很多時候都會有磨損出來的 近年其實有很多是因為我們的姿勢 譬如我們的頸部 我們太多的頭部 也都容易令我們的頸椎磨損 但是另一大類就是很多時候是我們身體 某種原因引起的 引發的關節發炎 就是我們譬如說的是一些自我免疫引起的 大家最常聽的就是一些 淚風濕關節炎 當然同樣是因為 自我免疫抗體引起的可以有 我們譬如是強直性腰椎炎 另外就是譬如銀舌病 銀舌病很多時候的人以為只是皮膚有事 但是其實銀舌病是幾容易是有一個關節發炎的 所以有關節發炎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診斷清楚 因為對症下藥會很不同 譬如是一些退化性的 我們可能是用一些非類固醇的消炎藥 控制住 嚴重的就可能要考慮 如果可以換教 甚至要做手術 但譬如是自我免疫的 我們就希望可以壓抑抗體 對關節造成的破壞 從以前的時候是一些 壓抑我們免疫的能力 身體免疫能力的藥 到現在近年的生物製劑 生物製劑基本上 就是去令我們攻擊我們身體的關節 引起破壞的抗體 令它失效 不能夠可以去攻擊 不是醫好的病 但是就減低了它對關節的破壞程度 這個對很多患病的朋友 是一個很大的舒緩